高铁运量攀升,日平均运量已遇20万人次,打车仍超多,自由坐车厢却拥挤不堪,甚至外移到对号坐车厢,使主打高品质的高铁遭批台铁化。 因此高铁公司去年3月斥资台币285亿元,采购12组新世代列车,预计2026年起开始交车,隔年正式投入营运。 高铁公司表示,新世代列车以日本新干线N700S列车为参考系统,不仅外观较现有的700T列车更具流线型,并具轻量化高性能、节能、舒适等优点。 未来新车每个座椅还提供插座,渴望为旅客提供更舒适的服务。 而台铁日前也宣布从6月26号起,列车班次将进行大改点,现有436辆列车行车时刻出现变动, 最大的亮点就是引进西部直达车服务。 台北高雄最快只要3小时38分钟即可抵达,台北台中则缩短到1小时50分钟内。 未来每天提供共12列次服务,周五及周日还增开北张往访班次。 另一方面,45列EMU3000行星自强号也将投入营运。 双铁推出车辆升级及增列班次等新方案,就是为了拼旅运量最大化。